我们看看这一条等式 这条方程左手边的分子和分母 连同这条方程右手边的分母 其实都非常相似 如何相似呢? 具体地说 这三个分别各自都有一个x的平方 然后他们剩下的constant 都是剩下15 如是者这种巧合的情况 就让我们很想等一个数 等于他们 那我们哪个好呢? 一般来说我们会选最中间的 -10x和-6x 它在中间就是-8x 这样看到这里有一个-8x 那就对了 我们等于y等于x的平方 -8x加15 如是者,我们代了y之后 这条式就会变成 y-2x over y加2x 这个东西等于3x over y 然后我们交叉相成 我们就会找到一条这样的式 再整理一下 交叉相成再整理一下 然后就会有y的平方 -5xy -6x的平方 这个东西等于0 这个东西可以被分解 分解完之后就变成 y-6x 再整理 y加x 这个东西等于0 那如是者 先拿些空间 那我们就可以着手处理这个y 是什么? 把y变成x y本身就等于把这个东西抄下去 x的平方 6x 所以 我们接着用那条很无敌的公式 我们就可以解到 x 它的第一个解和第二个解 各自等于7 正负 跟好34 然后 我们有第二种y y等于x的平方 x-8x 加15 那这个东西呢 等于 -x 那 但是 我们询一询 它的determinant 它的判别式呢 那就发现到 一样很有趣的东西 这个判别式呢 计算过之后 是少于0 那 大事了 既然判别式少于0 那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没有实跟的 那我们就写下它了 这个东西是 没有实跟的 那 搞定了 那对于这条方程 我们就计算到 有两个根了 就是这个7正负根 好34 那如果你把它 扑回到原本的这条式 那就可以验算到 这两个就是这条方程的解 当我们打算解决的分数方程呢 它的分子和分母呢 都极其相似 那我所说的极其相似 相似到什么程度呢 就好像这条这样 你观察一下它 分子和分母 基本上它们的系数呢 如果拿了它们的绝对值的话 就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是1啦 下面这个又是1 那一个正三一个负三 那但是它们的绝对值呢 其实都一模一样的 那然后有 两个都是正义 不用说它们两个都是一模一样的啦 那如是者的话呢 我们这次就有一种新招可以玩了 那这招呢 就叫做合分比定理的 那合分比定理 那它在说的是什么呢 那它原本就是 从比例的角度开始出发 是一条和比例有关的定理来的 那它在说 如果我们一开始有 A over B 这块 等于 C over D 的话呢 那接着下来 这个 statement 都是正确的 就是 分子加分母 也就是 A加 B over 分子减分母 A-B 这块等于什么呢 等于右手边 我们都进行同一样的演算 也就是 分子加分母 over 分子减分母 那 那 今次呢 我们就 讲合分比定理 它是什么来的 那 但是就不border 究竟是怎么prove啊 还是什么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自己上网 看一看 或者看一看教科书了 那 那我们今次呢 就直接 apply合分比定理 到这一条式 那 合分比了之后呢 那 那 当然很简单啦 直接实践一次 就是 这个 分子 加 这个分母 哇 这块 over 分子 减分母 那整块呢 的右手边呢 都可以 apply同一样的演算 就是 2x平方 加3x 加1 这块 加 这个分母 over 减分 这个分母 这里写得有少少乱 但是不要紧 那 你看到呢 由于 它们极其相似 兼且有些相同 有些不相同呢 那 有些正 有些负 那就刚刚好 可以cancel很多东西了 那 包括这个 3x 那这边又有3x 那 然后这个 下面呢 x的平方 和常数项呢 都可以cancel的 那 之后呢 我们看到有很多东西 可以group 在一起了 那 包括这个3x 或者 左右都有两个 类似的 类似的 有很多2 都可以cancel 那 搞完一轮之后呢 我们最终就会有一条这样的色 就是 平方 加2 over 3x 等于 2x 平方 加1 over 3x 2 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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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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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x 2x 2x 1x 2x 2x x 第一个解是正1 x 的第二个解就是负1 但是我们刚刚在这里多数乘了3x 我们漏了一个步骤就是 如果要解决这个份母的问题 我们同时要 take care 究竟这个份母等于0 会不会是一个解的 也就是3x 等于0 这个x 等于0 会不会是题目的一个解呢? 我们试一试 x 等于0 左手边这个东西都没有了 就变成2 over 2 就是1 这个东西左手边就变成1 右手边也是 x 的平方和x都没有了 那就剩1 over 1 约完之后也是等于1 那左手边和右手边都成立的话 x 等于0 就将会是这条式的其中一个解 那我们漏了就补回 那我们就要写这个x的第三个解 就等于0 那这条式就是这样的解 那我们这次呢 就见到如果分子和分母都极其对称的情况之下 要使用这个合分比 那就可以简化很多程序 那然后我们如果 要进行这个去分母的过程 那我们都经常需要留意 究竟分母这个东西等于0的情况之下 得出来的x的解 套到原式 是不是合乎的 那那 那这一条分数方程呢 的要点就是这么多了 是